大致是在2008年左右 他收到第一个学者 刘良舟 他是荣雅人 他是荣雅人 第一个找他学习做裱花 烘焙咖啡 培养了他们之后 就发现他们出去找工作 很多人就会离职 然后返回到学校里面 然后就找他 老师我又离职了 我又被炒了 怎么怎么办 我们想在市场上做一些事情 它必须要有意义的 国内也有很多其他的品牌的店 我认为它没有多大的意义 做来做去就是 去提升产品 把生意做好 赚些钱呗 我们店是今年的3月28号开始是营业的 然后我们现在用到的员工 活生的人是18个 要写在纸上比较好交流一点 要写在纸上比较好交流一点 因为我也不会熟悉 因为我也不会熟悉 他们也听不到我说 所以还是写在纸上交流多一点 比较有耐心 然后比较笑容很好 然后还要带我闺蜜过来看一下 我觉得每天都会有让我很欣慰的事情出现 因为真的很多人说你们很棒 说我们服务很好 说我们的产品做的不差 对我不希望别人跑到我们这来吃完东西就发现 我们除了一般人在这里做 除了我们很棒以外 我们的服务也不行 我们的产品也不行 这是我最不愿看到的